早晨 各位早晨 希望你們看到 聽得清楚我講的 以及看到現在的 螢光幕的東西 我現在看到有些朋友還在 陸續陸進來 不如我們等多一兩分鐘 才正式開始 在等下我的時間 首先再一次 歡迎大家早晨 今天外面的天氣真的很好 但是你們都來聽 這個open day的節目 所以就 很多謝你們 今次這個 我們叫開放日 城大的開放日 其實都是一個新的 活動來的 可能你們平時 那麼多位同學或者是老師 或者是家長 各界的朋友 以前參加過的 我們所謂的 諮詢日 其實有些不同的 今次這個open day 其實就是 有點像外國的 大學的 或者政府部門公開 公營機構的 所有的開放日 他們通常都會選擇一個 春天的日子 然後就打開他們的門口 讓公眾可以進去 參觀他們平時的 工作、辦公室、工作環境 甚至去旁聽一些會議 令到他們知道 其實這個機構是怎樣運作的 裡面的人的生活 工作或者生活是怎樣的 我們成大今次 就嘗試去做這件事 但是 人算卑尼天算 我們現在面對更加嚴峻的 疫情的問題 所以就把所有的 開放日的節目 都會變成了網上進行 但我們都要用回這個精神 所以我們今天 理學院安排了一系列的講座 其實他們都不像 平時的 Information Day 收生幾分 出來做什麼 或者是人工賺多少錢 這些這樣的問題 我們的講座 包括這個 都是類似一些 將你們變成了成大的學生 今天第一天來上一堂 這樣的想法 今天很高興 想跟大家介紹的事情就是 首先不好意思 我們香港人說的 是講廣東話 希望大家聽得懂 但是那些 雲燈片全都是講英 用了英文 希望大家看下去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 其實你聽我說 就差不多可以了 正如我剛才這樣說 今天是一個開放日的活動 我們這個 短短二十分鐘 二三十分鐘的講座 其實是我們平時 為成達理學院的學生 一年班開學的時候 講的 那裡面的內容就是 關於 並不是關於什麼學術的討論 而是關於 怎樣去 用一些比較新的方法 去學科學 或者是所謂STEM 裡面包括了一些 我們成達理學院的一些 教學的理念 是比較新的 和其他大學有些不同的 我們就會 當那些學生入學的時候 就會叫他們先坐下 然後解釋這些 和其他大學不同的教學理念 讓他們知道 因為對他們來說 影響了他們未來四年學習的模式 今天是開放日 所以我們就 希望邀請這麼多大家來 就聽一聽一個簡短的版本 首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林苑華博士 我是理學院 化學系的副教授 但是我又帶了很多頂帽 我平時會做一些 關於生化科研的研究 當然會教書 同時我也做一些 教育管理的工作 我是一個 本科的program 叫做 Great環球科研及科創 這個program的 leader 因為這樣 我帶了這麼多頂帽 所以我比較熟悉 就是我們理學院的一些 尤其是學生的生活 學習和教育理念的創立 創新 所以我們今天想和大家 聊一聊這些事情 你看到這個title 就是關於entrepreneurship 如何用entrepreneurship 去做一個 去統合科學的教育 其實entrepreneurship 是一個 現在很多人都說的事情 現在很多 尤其是和中學校長開會 他們都會說到 很想灌輸entrepreneurship 中文就是創業精神 給同學 其實 還有很多大學 都開始有這些創業 尤其是科創的課程 我們的Great是第一個大學 有這個課程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的同業 我們的姐妹大學 都開始跟進 有這個類似的課程 我們很開心看到這個潮流 但其實說真的 科創或創業是甚麼來的呢 可能大家 在報章 或者有很多報紙 Facebook這些資訊 都會聽到 Elon Musk 他是一個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但他本身出生的是 一個工程師 那為什麼一個工程師 科學家 會變成一個很有錢的人呢 他會幫很多人 建立了很多夢想呢 其實我們香港 都有很多科學家 和創業家 或者科學畢業生 成為創業家 我們成大 可能你們 都有聽過 其實都出產了很多 這些科學畢業生 搖身變成了大老闆的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展報 其實這幾個 在香港都算多成功 我們通常成功 不單止一定是賺很多錢 雖然他們都算是 很好 明成 但是我們可能 在大學 對於成功的定義 就是 他們這些公司 都影響了很多人 都改變了很多人 令他們的生活更加好 更加方便 當中可能 大家經常都會看到 這位男生 是我們的畢業生 大法學系的畢業生 他們創立了一間 小數 可能是香港其中 少數 只有幾間的 本地的化妝品公司 的品牌 我們還有一間 後面這裏都是我們 化學系的博士畢業生 他們離開了學校之後 就建立了一間 可能是世界上其中一間 最頂尖的 我們說 測試博士 關於 對生物的 安全的測試博士 很多這樣的例子 所以其實 科創就是 可能大家 第一個印象就是 我有些科研的結成果 用這些科研的成果 做基礎 去建立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 一方面 會提供很多就業的機會 那些學生可以不單止 找 不單止 不需要找工作 還可以自己養自己 再加上可以請 其他很多人 這樣推動經濟 但是在一個大一點的層面 他們可以 正如剛才所說 改變很多 老百姓的生活 影響他們的生活 方式 改善他們的生活 所以其實 沒有人會否定 這是一個很有用 和很有前途的事情 那你見到這個 其實就是 我們覺得 這些學生 救生 他們的成功 就是 因為他們 是懂得 這些東西 一個箭咀 就是 你會見到 箭咀的頂 就是一個 idea 最後就是 funding 就是賺到錢 賣一些東西 賺到錢 或者吸引了很多 投資者 投資他們的公司 他們公司 規模越來越大 由一個發明 至到一個 賺到錢 之間 其實 這班學生 有很多財技 他們會 知道他們的市場分析 他們 因為市場分析 令他們知道 他們的發明 並不是 鑽牛角尖 超級離地 是沒有什麼用 而是真的有實際的市場 他會學會了一間公司 商業的機構 是怎樣賺錢的 一個生意 是怎樣 生意的模式 商業模式 是怎樣做的 當然 他們是科學家 所以他們都會 需要做很多的 research 最後就是 他們需要 有知識產權的保護 怎樣去保護他們的發明 和他們的研究成果 然後到最後 當然 他們需要 說他們的故事 給人聽 吸引 普羅大眾的消費者 和 投資者 我們覺得 這些學生 他們現在的成功 其實是 屬於 他們懂得這些 但是 截至幾年之前 其實 科創的教育 是很初期的 很初型 我們 直到幾年前 甚至可以說 現在 我們覺得 其實好像 整件事 這些 成功的畢業生 他們成功背後的 故事 都好像分了兩個部分 那樣 好像是劇集 兩集那樣 頭一個 season 第一季 其實就是 他們在學校那裡 他們會上課 考試 畢業 畢業 畢業出去 每年會製造很多畢業生 成大和其他大學 其中 往往有一些 百中無一的 我們說是 聰明仔 聰明女 商業奇才 他們不知道怎樣 可以由一個 平平無期的畢業生 搖身一面 變成一個 創業者 在他們工作的時候 他們學到這些 最後 被他們跑出 成為了 創業家 由這一季 至於這一季 之間的轉型 其實 是一個 謎 甚至我們 在 作為教育家 我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 有些畢業生做到 有些畢業生做不到 尤其是 我一個這麼老的人 我 以前 我也是 九十年代 讀大學 那我 九十年代 譬如我 或者我的 爹地媽媽 那個 世代 其實 世界 好像簡單 就是 如果你 讀到大學 我大學畢業 有一張文憑 你自然就會找到工作 自然就會有一個 好的人生 那 在我的 爹地媽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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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代人 甚至我哥 那一代人 這一條路 都是很清晰的 只要你 讀大學 就自然會 有工作 但是 可能 在座 那麼多位 可能是學生 或者是老師 或者是家長 你們覺得 其實這個世界 已經不再是這樣的了 你讀完大學之後 那又怎樣呢 香港差不多有四成的人 有大學畢業文憑 於是 新的一代的 中學畢業生 就會有一種很惶恐的 心態 他們就會覺得 原來我讀到大學 那麼辛苦 由中學 爭到入到大學 其實不代表什麼的 其實我們 其實呢 出來社會工作 才是真正 比賽的開始 於是乎 在市面上 有很多人就說 如果我讀什麼科 就自然會有工作 有一些科 還是停留在 上一代的世界 譬如 如果我是做醫生的話 那就 我奮鬥了十年 讀完一個醫生 或者是專業的學位 那我差不多可以肯定 是有世界性就業的資格 那如此類推 但是呢 有些科 就不是這樣的 有些科就會是 哦 嗯 嗯 策略出來呢 你的競爭 的故事 才是開始 那 那於是乎 就會有很多人就說 哦 嗯 形成了呢 在市面上 有一些 人說法呢 好像說到說 這個世界上有兩種科 一種科呢 你看到這裡 是 網上的討論區 的截圖 那其實我們大學很多同事 都去參與這些討論區 嗯 那 好像他們說到 這個世界上有兩種科 一種叫做黑食科 一種就叫做非黑食科 或者是 補補的科 那樣 好像說到 跟學生沒有關係 好像說到 這些學生去到黑食科 就黑食 去到 嗯 那些不黑食的科 五補三補八補 那些補的科 就不會黑食 好像說到呢 跟學生個人的培訓 和修養沒有關係 那 那 這個 這樣的 嗯 想法呢 我覺得就是 嗯 我們的 世代轉型呢 我們的 教育 和工作 已經不再 好像以前 有學位就有工作 但是呢 我們沒有一個新的 系統 去取代 或者去 去令到我們適應這個新的世代 於是就 形成了這一種這樣的想法了 我們覺得 其實 看回呢 那些 創業的學生呢 我們剛才說 他們懂這些東西 再說回就是 由一個發明 至到科研 至到 講他的故事 至到 找到投資 那 這些 這些東西呢 其實好像是 以前呢 我們覺得 那些學生 不著業了 他們沒有學過這些東西的 不過呢 他們又 不知道為什麼 又可以偏學 偏造偏學 這樣 懂得這些 這些技術 而呢 可能 百中 一百個學生 有一個 或者半個學生 拿到這些技術的精髓 而呢 得到成功 但是 如果我們對著這個表呢 我們 慢慢想想 對著這個表 其實 每一樣東西 他們每一個技能 其實 和做生意 開公司 賺大錢 其實 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如果我們想想 如果我們 一個 商業的 idea 或者一個發明 他們得到這個發明 其實 那個學生是需要一些 原創性 是不是 還有我們現在所 很多人教的 所謂 design thinking 然後 之後呢 他們要 拿了這個發明 然後再想想 有什麼 市場價值呢 其實 用另一個方法 角度去看 其實就是 怎麼想想 我們讀理科 其實有什麼用 是不是 以前我們就覺得 讀理科是轉牛角尖的 學一些是沒有用的 但其實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其實科學 是不停地改變 每一代 每一個國家的人的生活 只不過是 我們以前 教學生 我們沒有提到這一點 那 第二 下一步就是 這間公司 怎麼運作 其實 學一間公司怎麼運作 怎麼賺錢呢 其實 這個 知識 不單止是 你開公司才會用到的 譬如我學生 去上班 我去做一間公司的僱員 如果我們的學生 可以 用 你老闆的角度 去想 從而 想一下自己的角色 怎麼可以幫到你老闆 運作這間公司 有效些 可以賺多些錢 省時間 那麼 這個老闆 就是 會很喜歡 我們的學生 好 接著就是 科研 R&D 其實我們的學生 一定要需要做一些 獨立的科研 如果我們要 學生懂得 知識產權的保護 其實知識產權 尤其是 專利 其實專利的定義 就是一些 只是你想到 你做到成功 而其他人是做不到的 於是 專利就是一個 法律的文件 去教學生 或者教我們 什麼是原創 那麼 一個原創的想法 或者一個原創的思維 並不是我們需要學生學的嗎 接著之後 就是要怎樣去 推銷 他們的公司 推銷他們的產品 那麼我們學生 不是就不是 正正不是 就是需要 學會怎樣去 說話 怎樣去 present 怎樣去 溝通嗎 到最後 就是 怎樣去拿資金 怎樣去賣 他們的東西 怎樣去定價 怎樣去 令到那些投資者 覺得 投資在他們的公司 是會賺到錢的 但是其實 這一個這樣的認識 其實並不是正正就是等於 怎樣去令到那些學生 懂得怎樣運用錢 怎樣去管理一盤數 那這些管理一盤數 怎樣去投資 怎樣去分佈他們的財產 他們的收入 並不是我們每一個學生都需要學的嗎 於是我們越想越看這個創業者的技能 我們就越覺得 如果我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這個技能每一項技能 都是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學到的東西 而這些學生學到的東西之後 他們其實不一定要去做生意 他們可以去做一個公務員 一個老師 一個公司的僱員 他們有這個技能 都會可以幫到他們 在他們的職場得到成功的 正正就是因為這個想法 就令到我們成大理學院 成為了香港第一間大學 將我們說是創業的技能 包含了在我們本科的教育裏面 我們並不是說有特別一個選修科 是關於創業 你喜歡就讀,不喜歡就不讀 很多大學不單止在香港外國都是這樣的 或者是一個 minor program in entrepreneurship 但是成大理學院是將創業的技能 滲透在基本上是每一個科目裡面 再說回就是 剛才開始就是究竟什麼是創業的創業家 創業的精神 如果你Google 就說原來創業家就是一些人 懂得自己開公司 第二,這個公司是基於他們自己的理念 一個原創的理念 這個就是Google對於創業家的精神 我們在成大覺得 我們希望每一個學生都有創業的精神 這個叫entrepreneurial student 我們覺得其實這個可能就叫創業 創業家 我們希望我們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創業家 我們自己的definition就是 一個創業家 其實是一個學生 他是 將他們的教育和個人的培養 take ownership 好像自己的一間公司一樣 而不是什麼都是看老闆做什麼 什麼都是去罵老闆、賴老闆 而是自己是自己 如果教育是一個project的話 這個學生自己就是這個project的supervisor 最後那幾分鐘想和你們說一下 我剛才說我們是將創業的精神、創業的技術 滲透在每一個學科 我想和你們介紹一下四樣東西 四個我們理學院的新的科目 全部都是近一兩年才有的 有一個是三、四年 總之是近五年 因為事實的關係快點說吧 第四個我們喜歡由4.1 這個學科我們叫做epic 這個就比較簡單 這個就是一個學科 entrepreneurial program 它獨特的地方就是 當地的大學的理學院 有一些選修科 你可以讀也可以、讀也可以 是關於創業 當然他們的選修科一定很好 很優秀 但是我們的學院 是將這個想法再推前一步 如果你進來讀我們的化學系的學生 主修化學的學生 這個course是一個必修科來的 意思就是說他們沒有讀過這個科 或者他們pass不了 是筆不了頁的 第二些理學院的學系就是選修科 其實這個科目就是教這些東西 剛才我們說過這些東西 就好像你去餐廳那些tasting menu一樣 將全個所有關於科創 創業的餐牌 每一樣東西吃少少 每一樣東西都有一堂的時間 希望有些學生有一個最基本的訓練 那這些就是我們平時上課的 拍的照片 是我拍的 那些學生都會走來走去 都是會在課堂裡面 嘗試怎樣去製作他們自己的 發明 關於化學的發明 那第二個、第三個就是 我剛才說 epic 是學這些東西和這些東西 中間沒有學到的就是科研 因為科研是需要時間的 以及沒有學到怎樣賺錢 那其實呢 如果那些學生是有興趣讀這個科的話 他們又可以選另一個科 這個科就叫epic 2 entrepreneurial program in chemistry 2 那這個科就是我們所說的FIP 不過這個FIP是朝著一個發明的方向 一個學生以學生為基礎 以學生去做出來的發明 那 那 那之後呢 令到那些學生可以有自己的發明 可以拿到自己的專利 那 而May爾那個創新呢 就是 他們拿到專利之後呢 我們會幫他提供一些訓練 是去賺真的錢的 那這個就是 可能你們在今天 第二些講座也有聽到的 我們HKTX300 那這個HKTX300 就是我們CPU獨有的 的program 就是賺錢了 他們有了科研的成果 他們是會可以申請一萬元的 course 比較獨得深入的創業的 course 然後他們還會經過面試之後呢 成大就會變成 由他們的身份 就是由老師 變成了投資者 直接投資 其實這裏見到呢 差不多會有 一百萬 甚至一千萬 大概一百萬美金 那 那是ok的了 在一家小規模的公司 是會ok的 那就是說呢 我們成大是會幫些學生 由 這裡 一直連到去 這裡 那 那 因為時間關係呢 那我們再講多一點 那這個就是最後一個 我們創新的program 那就是和信和集團 合作 那就是 我們就是和信和集團 和美國的工程師工會去合作 那 那 那個想法呢 就是 我們的學生呢 是可以 由 這裡 這裏 十四個topics 那這十四個topics 都不多說了 就是美國工程師協會 他們想出來呢 是人類二十一世紀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我們的學生呢 就會在他們一二年級的時候呢 選一條問題 而這個問題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們呢 在成大的三四年呢 就會就著這個問題呢 做五個五樣東西 他們每一樣東西都要學分的 那其實就是呢 用這個問題呢 成為了他們讀書 做一個 可以說是連繫不同的講師的橋樑 那 他們讀完之後呢 其實他們在美國工程師協會呢 他們會買一張世界認可的文憑 那就是說呢 這些學生呢 是會有兩張文憑 一張就是成大的畢業證書 一張就是美國工程師協會的文憑 那其實他們在美國都會很受尊重的 那在中國呢 大中華的地方呢 其實只有三間大學有這個program的而已 那就是北大、成大和北京航天大學 那我們可能是中國第一代的大學呢 是有 和美國工程師協會有這個合作的關係 那接下來的幾年會越來越多的 那就是說 其實呢 我們希望做的就是呢 我們 和別的大學一樣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但是 在別的大學 或者是 以前呢 每一個課程讀完之後呢 就會得到一個GPA 學分 那就是畢業了 那但是呢 每一個課程之間呢 好像沒有了一個橋樑 去連繫一樣 那我們就覺得呢 我們希望 和一些學生做到的事情就是 就是呢 有一些課程呢 其實就是不是打動的 還是一個橋的根基 而是教學生如何連結 每一條橋等 變成了一條橋 這個橋就是會由他們中學 的教育呢 直接通到去 如何去解決 現實世界的問題 他們有了這個常識之後呢 他們就可以開公司啦 可以去參與一間公司的運作 那這就是學生自己的決定了 我們希望這個教育的創新呢 創新的理念呢 可以幫到那些學生 去更加好地去 prepare 他們的人生 那就不是 黑食課 和不是黑食課 而是 就算是每一課都有一些學生是黑食 有些學生是狀元 是靠個學生自己的 融會貫通的能力 而我們成大希望的 就是給我們的學生 有這種融會貫通的能力 令他們沒有那麼容易去 講得足一點去黑食 那我見到現在差不多 時間又到了 那很多謝你們的 很多謝你們的參與 我知道呢 我們的節目緊湊 其實十一點半 有別的講座 但是如果你們有幾點同學呢 你們沒有 沒事做的呢 就是現在開始 有空呢 都可以留在這裏 可以問這些問題 如果你不想開個咪的話 可以把這些問題打到一個 checkbox那裏 如果你 還有一些 比較長的問題 想和我或者我們其他同事 坐下討論一下 那都可以的 你們可以 約見我們 你們見到 通知你這個link的email 那個覆訓的email 那就可以聯絡到我了 你有什麼問題啊 如果你們沒有問題的話 那麼多位同學 那可能你們會想 用完時間去參觀 別的學系的講座 或者他們的展覽 那我不妨礙大家了 那買一個廣告 一會兒好像是兩點鐘呢 那我也會有另外一個講座的 那這個講座就是 其實都是這個talk的續集 那就是關於我們 Great 環球科研及科創 這個program 是新的 那 直至去年都是新的 那今年有很多大學都 都參考了這個 那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不是information day 就是分享我們這個 學科開了 有什麼教學的經驗呢 我們遇到什麼問題呢 有什麼苦落的地方呢 那 那 如果你有興趣 知道多些這個program的話呢 那你可以兩點鐘 那 我相信你們手上都有一個sume link 的了 好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跟大家說聲 拜拜 拜拜 嗯 再一次多謝你們 嗯 今天來到 了 今天 已經 你 你要 做 事 你 好 那 你 感谢您的观看